今天表演一个沙狗 熊猫顿吃的 吃了你 有初宝问我老花一为什么 我养的花开出来的花不香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第一 你像宝莲灯这种你开出来就不香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首先是这个花本身它就不香 还有垂丝茉莉好多话问啊垂茉莉怎么不香 你不是说茉莉花香吗 你要证明有的花的天生就不香 第二个呢一般就是常见大家会遇到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像类似于米兰这些个有的话说 老花一为什么我的米兰开花不香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缺乏光照 大家应该要知道啊 就是 光照的话呢是 植物的生长之源 你光照缺乏光照的话这个植物开出来花也不怎么香 第二个呢就是缺乏肥料 好吧 怎么个理解呢你就像花的时候有的话呢它也是能够勉强开出来 但是呢它不会散发这种气体 就因为它营养不够 你怎么个理解法呢 本身自己营养不良它自己 看出来那个花又不具备那种 是吧发育不完全又不具备那些功能 它就不会用自己的香气 来吸引什么小蜜蜂之类的 来采摆自己的这些个花粉了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就缺乏营养缺乏阳光这两个事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人家的花友啊 他总是埋怨这个花不香 可能是这个鼻子的事 我不知道小慧有没有那种经历 就是咱们 那个茉莉花 咱们那时候一开一片的时候 刚开的时候大家觉得特别香 过了第二天都闻不出来了 再单独闻个茉莉花的时候都闻不出来 这个叫什么呢叫疲劳 对吧嗅觉疲劳 有时候刚开的时候很香 就越闻越不香 这个人反正也是有嗅觉的一个关系吧 反正别的没啥 主要的一个点就是缺光缺肥啊 嗯 好了希望花儿梅简单的一盖它 研究好品种就行了 我吃了花衣 养花去转一切不着急点个赞 下期再见 嗨 嘿嘿 嘿嘿